旧金山总图书馆目前正在举办 宣化上人老和尚百岁的诞辰照片图书展 宣化上人对中文学校在美国扎根 有相当大的贡献 温柔权报道 宣化上人出生于1918年4月26号吉林省 1962年之身远渡重阳来到旧金山 为了纪念他百岁名诞 从10月6号开始 在旧金山总图书馆开始举办一连串的纪念活动 宣化上人出家发下三院 在佛教礼办教育 翻译经典 以及在美国建立佛教基础 这次的纪念活动就是以这三项为主轴 事实上宣化上人来到美国 旧金山就是他弘法的第一座城市 在1970年代 在旧金山的金山寺 成立第一所讲普通话的中文学校 玉德小学 1976年搬到Eureka万佛城 成立玉良小学 到了1980年成立培德中学 从学校的名字就可以了解 宣化上人非常重视品德教育 宣化上人也是将佛教 传入西方世界的先驱者之一 为了让更多西方人认识佛教 翻译经典十分重要 也因此在这个星期六 佛教在西方的活动将介绍翻译成果 时间是下午一点到五点 宣化上人百岁诞辰照片展 即日起在旧金山总图书馆 Larkin街100号三楼华裔中心举行 将展出到2019年1月11号为止 这项照片展的英文标题是 Bring in Dharma West 以宣化上人传法西方为主题 欢迎大家前往旧金山总图书馆三楼参观 上宣夏画老和尚 百岁诞辰纪念照片展 系列活动第三场 以德为本 培育优良学生 将于本周六 11月10号下午一点钟起 在旧金山总图书馆 Larkin街100号 地下一楼 Latino社区活动式举行 欢迎大家一起来关心中小学教育 小学教育 entit及画学生 精静三楼